罗跑弟名叫何以德 小名多多 因三岁时在雪地里罗跑而成为网红男孩 他驾过帆船 开过飞机 穿越过罗布泊 多次获得世界机器人大赛冠军 罗跑弟何以德不断转换着自己的身份 近日 13岁的他已经取得了西班牙武康大学 MBA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目前在菲律宾圣保罗大学 攻读博士 12月30日 中兴设计者在罗跑弟何以德的家中看到 他正在学习英文课程 温习相关专业领域的知识 谈及考取菲律宾圣保罗大学博士一试 何以德称非常满意 我的心情还是非常开心和激动的 因为通过了这些年的努力 也是把大学的课程都学完了 我现在的心情就像是爬到山顶了 虽然说可能伤痕累累 也付出了很多的努力 但是也看到了最美丽的风景 何以德坦言 他并不觉得与电脑相处 有多孤独 因为有家人朋友相伴左右 一个人努力的生活 它是非常简单而且充实的 在学习的努力 然后付出这方面 可能对我来讲是伤痕累累 但是实际上我并不是很孤独 因为我现在在家里面上网课 也有很多同学 我们也一起交流 一起学习 也不会觉得孤独 何以德说 博士专业选择DBI工程管理 是有自己的想法和考量 我目标是做一名企业家 学工商管理 销售管理 人力资源管理 这些课 实际上都是按照我的目标 去定制的专业 对于孩子的每一次进步 父亲何聂胜都加以鼓励 也为之骄傲 我觉得孩子能取得这样的一个成绩 我确实为了感到很骄傲 其实实际上他也不是 外界讲的一些神童 而是他刻苦自律 选择了一个明确的 单一的一个方向 聚集了全部的力量 往这个点上去打 所以能取得今天这样的一个成绩 何聂胜称 在何以德的自学之路上 父母永远给予支持 有一点点遗憾 他没有向别的孩子 到课堂上去学习 但作为家长 我能够陪伴他 一师一柔 那么也期待了家长 老师 同学 三合一的一个作用 何以德 你到国外学一些 全英文教训 你一定要适应 然后把这里面专业词汇 把它一个个拎出来 然后适应老师的那种 语感语气 还有一个事情 你在学习过程中 一定不要灰心 如今 身高已超过父亲的何以德 时不时还和 有着婴霸之身的 何立生谈天说地 父子俩既是生活中的朋友 也是学习上的伙伴 家长的陪伴 他可以发现孩子 在成长过程中的偏差 而且给孩子以信心 给孩子以鼓励 让孩子能够坚持走下去 对于未来 何以德这样同记者分享 在博士读完之后 我可能会继续读一个博士后 然后在博士后读完之后 我会把之前学的 初高中的一些知识 再全部去复习 再去巩固一遍 十六七岁就会去实践 去工作 目标还是做一个企业家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